你好,欢迎收看1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辞就岁迎新春,县长徐政卫以及副县长严新章 还有秘书长张一华 28号前往县府的各局处向全体同仁拜早年 感谢同仁一年来的奉献以及付出 并祝福大家新春愉快,诸事顺利过好年 28号,现在徐政卫前往花莲县客家事务处 消防局、教育处、文化局、环保局、警察局、地方税务局、卫生局等单位 持岁隐新年,现在徐政卫也带领着副县长严新章、秘书长张一华 首先则是来到客家事务处参拜一名爷 紧接着前往各局处,以小跑步的方式挤掌问好 充分展现幸福花莲的健康活力 也为年节前夕最后一天上班日,静下欢乐圆满据点 智慧教育助学者,经典阅读尽人心 黑蓝出梦全周运,幸福洋溢满花莲 中等不留云来,如母学一望全年 朝云来往全年 好,谢谢大家,辛苦了,110年我想很多的困境都一起度过 111年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因为最辛苦的日子已经过了 但是110年,111年,我们迈向全中运 现在学校表示,在幸福同仁们乡亲的合作之下 地方产业经济普通发展,驱使同仁们入境职守 全新投入未免服务的工作 积极推动重要政策业务及地方建设 包括全国首创的富裕照护 运动书保学区健康照护 文化及图书馆全面整修 先立棒就想更新整件 让花莲后来只说,拥有更幸福的全年生活 然后,拥有更幸福的全年生活